大家好 20点26分了4月12号啊 这有一位上海的朋友发的文字啊 他说封城第12天了 他现在人就在上海啊 我家被划分在房范区 他一说这房范区怎么老让我想起来 房范区啊 当年那个蒋介石把那个郑州花园口大堤给掘开 让一个工兵团 然后下游的河南东部玉东 晚北苏北 几十个县几百万人就给弄到一片泽国 淹死了就得几十万吧 是吧 然后流离失所的 吃不上喝不上的 几百万上千万 对不对 啊 名义上是解封了 但实际上没区别 商店都没有开门 没有外卖 快递仍然收不到 刚才居委会又来通知了 要求房范区的居民也不要出小区啊 所以一切照旧 打开美团 只有一家翘脚牛肉店开着 牛肉店啊 卖肉的是吗 在卖五十份起售的团购蔬菜啊 得五十份他们也是找地儿躲去哎 然后加价卖给你少了人家也不伺候 所以我原来干批发的干食品批发的 我懂太少了他的上间也不伺候他 对吧 但是他有门路 比如说特别通行证 对吧 或者人家他的上间有门路 可以送来 送来之后他再加点价再卖给这些邻居 是吧 就是这样 是吧 就这个叫这个名字啊 我们看看 这个叫什么呢 叫陈二香 还是什么 这囊 反正是一个女字旁 右边一个香阳的香 啊 就是相当于大妈吧 我感觉就是大妈的意思啊 翘脚牛肉店啊 这个叫茅台路店 茅台 贵州茅台哈 说是三日内送达的 188一份蔬菜 蔬菜社区套餐啊 188 平常18块钱估计你都不要 说这种纸面上的解封 只解放了六狗的人和隔壁老王吧 原本是说分三类 封控区 不可出家门 管控区 不可出小区 防范区 可以出门 但是在你所在的街道办事处 或所在的这个镇 范围内活动 现在看来防范区 名存实亡 只有两种封法啊 给你封 封这里边 也就是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园的区别 啊 有人说富民路小区 富民路小区确实放出去了 因为邻里当中啊 这个街坊当中外国人太多了 惹不起啊 惹不起外国人 还惹不起你吗 再看看这个有一个新的词啊 是吧 阳风阴围 核酸检测阳性的人被封在医院里 阴性的人被围在小区里 最近这几年 中国因为太怪异 然后太扭曲 太变态 产生了很多新的成语 是吧 比如说那个崔永元 最高法院陕北千亿矿权纠纷案 王林青 林青道卷 现在有阳风阴围 好多这种呢 其实我建议啊 如果有新人就搜集这些东西 你就能博士毕业啊 就有一个台湾人啊 有一个台湾人 后来他上过台湾的电视 他就是到中国大陆搜集那些顺口溜啊 那种打油尸啊 那种歇后语 这不就是讽刺政坛的政治方面 一些黑暗吗 反映社会现实吗 就那哥们儿回台湾 就用这个搜集的半年吧 写了一篇博士论文 就给了一个博士学位 是吧 你比如说 说啊 说这个江泽民也好 说是胡锦涛啊 站在天门城楼 啊 往东看 走私的船只在靠岸 往西看 新疆西藏在暴乱 是吧 往南看 啊 坐台的小姐排排站 往北看 下岗的职工几千万 门城楼 19 11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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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